工人智慧满满的資料申請小幫手 然後我們這個專案的目標是希望讓政府的資料當然是可以找得到 然後看得到而且還能用 然後這個是現在一站式的我們台灣的那個Open Data Quorum 然後上面現在已經有就是四萬多的資料擠 那目前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 然後申請你想要但是政府還沒有釋出的資料 然後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他就會有一個清單在這裡做管理 那就是今年五月有人在上面就是希望政府可以釋出 每日的自殺通報的資料 那因為這個業務跟那個衛福部相關 所以他們就分派給衛福部來做這個回復 那衛福部的態度就是還是比較偏向保守 他認為說這個自殺這個成因啊非常的複雜 然後他很擔心這個每日的資料釋出之後 然後民眾可能會在詮釋上太過直觀跟簡化 然後會造成恐慌 那這個是現在衛福部他有提供的資料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那個資料的尺度是以年來算 那這個他衛福部回復之後啊 其實原來這坑主他其實就是 哎呀 嚇張的憤怒嘛 然後他就寫了幾個他認為 就是政府計畫那個回應是不合理的地方 那主要他認為說為什麼這個資料公開就一定會造成恐怕 他認為他沒有一個很合理的假設基礎 然後他又舉例其他也是比較敏感性的資料 像毒品犯罪啊 然後土壤以後他家暴日頂 這些也大部分都公開 也全部都公開 然後有部分也開放 然後再來他從觀念上他認為說以政府的角色來講 他並他就是這資料就是真理變說月明 就是不是說怕民眾誤解就把資料蓋起來 然後這個民眾他也做了一些就是妥協 他把原來想要的每日的資料改成每週跟每月 然後衛福部就回覆他 然後大概重點是說他們就是願意召開這個專家學者會議 那就是對衛福部來講就是他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在開放資料的同時他也把這個詮釋全釋出 那但是雙方願意各退步下 他就有一個新的開放的可能 所以重點就是釐清觀點 然後找到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那目前呢就是我們在上面看到 其實有七成的就是民眾的申請都沒有被開放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這邊就是成真一日資料申請小幫手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讓大家可以找 你覺得想要開應該要開放 但卻沒有開放的 然後試著去做一些更追把資料彈出來 這樣 請